奶酪乳清是乳制品行业的主要副产品 其处理会引起环境问题 奶酪乳清的产量一直在增加 目前年产量为1.9亿吨 因此 当务之急是考虑不同的奶酪乳清利用途径 奶酪乳清的巨大营养价值 使其成为生物技术应用的一种有吸引力的机制 目前 奶酪乳清加工 包括一个源自渗透液的蛋白质分流步骤 这进一步用于实现回收乳糖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酵母发酵为寻找生物精炼替代品带来了一些进步 在可从奶酪乳清中获得的大量增值产品中 乙醇是探索最广泛的 因为它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替代生物燃料 一个葡萄牙研究团队 最近在一篇题为酵母细胞工厂 可实现可持续的乳清至乙醇价值 实现循环经济的综述文章中 讨论了这一主题 这篇棕述重点介绍 使用酵母从奶酪乳清中生产 以纯作为有前途的生物系统的不同策略 包括其在木质纤维素生物精炼场中的整合 这些增值途径 包括发酵工艺的改进 以及一元途径代谢工程技术的引入 这主要依靠克鲁维酵母菌和酿酒酵母菌株 在这篇棕述中还揭示和探讨了几种策略的解决办法和挑战 这篇论文发表在2021年12月的《生物燃料研究》上 我们呈邀您在该期刊的网站上免费阅读全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